下半年顯然的 大家想要出去玩 那我們來看一個小小的一個技巧 從盤上面我們會看得到說 出去玩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好 大家好 下半年顯然的 大家想要出去玩 但是不可否認的 即便我們現在打算要跟病毒共存 但是這個病毒它還是存在的 就好像感冒 就好像腸病毒 它都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好保護自己的工作 不能說現在大家可以出去玩了 然後你就亂赖這樣子 自己的健康 還是要自己負很大的責任 不能什麼事情都推給別人 我們今天來教大家一個 我準備要出去玩 會不會在出去玩的過程中間 我可能會生病 這個生病 也許感染到COVID-19 然後也許不是 也許你只是出去玩 拉肚子 暈車 或者是不舒服等等的 那我們來看一個小小的一個技巧 那今天的技巧 會稍微有點小複雜 大家可以耐心聽一下 這樣子的小技巧 可以幫著我們看看說 我如果計畫下個月要出去玩 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我是不是應該 旅遊平安型要買好了 或者是說要稍微注意一下 從盤上面我們會看得到說 出去玩的時候 可能會有什麼狀況 就好像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你要看一下氣象輪圖嗎 你要看一下是不是會天氣很好 會下雨等等的 命盤上面也會有這樣的跡象 我們今天來做個簡單的介紹 今年所有的流年的命工都在這邊 這個是斗數好玩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人他經歷的月份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的四月跟你的四月 不會在同一個公位裡面 斗數有個簡單的算法 那會的同學你們就快轉好了 那我這邊要簡單快速介紹一下 飲的這個位置在斗數裡面叫斗君 看著你自己命盤上飲的這個位置 流年我們就知道說流年就是跟著生肖走 所以今年是虎年在飲 有了流年的命工就有十二工 你找到你流年命工之後 有了十二工之後 去看一下你命盤上面飲的這個位置 飲的這個位置如果是夫妻工 那你今年的一月就是今年的農曆一月 就是呢在你的流年夫妻工 流年夫妻工 以今年來講流年夫妻工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邊如果是夫妻工的 今年一月就在這邊 那如果是子女工的呢 那流年子女工在這裡 然後今年的一月在這邊 依此類推 就看這是你命盤上什麼位置 什麼工位 如果說你是官陸工 這個就是官陸工 那流年的命工在這邊 流年的官陸工在這裡 所以呢你今年的一月在這邊 這個流年的年 或者是月份一定是順時鐘走 所以你有了一月之後呢 就有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就可以每個月每個月把它排出來 那每個月排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啊 我這個月的命工在哪裡 那有了命工就有十二工 如果不會排的朋友呢 你可以自己試著試試看 就是說十二工 他彼此的這個順序位置都是一樣的 命工的順時鐘一格 一定是父母下格福德 跟著田宅官陸 交友千以疾餓 財博子女夫妻兄弟 然後回來命工 這個順序是一樣的 所以我如果知道 我這邊盤上面原本我自己命盤 上面寫的是官陸工 那我今年的命工在這裡 今年的官陸工在這邊 所以呢我今年的一月就在這裡 我就知道說我每個月的流月命工 長什麼樣子 找到我每個月的流月命工 我就會知道說我這個月 大致上的運氣是如何的 有沒有很多煞性 財運好不好 我跟我老婆會不會吵架 比如說接下來啊 我們下半年呢 開始有出去玩的機會了 我呢這邊呢 寫的是官陸工 所以呢我從這邊開始算 這邊開始算 算到我流年的官陸工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我的今年的一月 那我打算呢 1 2 3 4 5 6 7 7 農曆七月出去玩 很恐怖 其實這樣農曆七月啊 是一個非常好出去玩的月份啊 那個有看我的文章或影片 就會知道說 其實七月 七月是鬼月只有台灣才有 所以我七月要出去玩 那我七月命工在這邊 我七月命工在這邊 遷移工就在這裡 那七月的父母工在這邊 七月的疾餓工剛好在這裡 好 那你們同學有沒有發現啊 那個這邊啊 疾餓工跟遷移工 放在兩個旁邊 他也會這樣子 疾餓工或遷移工 也可能放在這邊 放在兩個旁邊 如果你在排流月的時候 排到像這樣 疾餓跟遷移 剛好放在兩個旁邊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注意了 譬如說啊 我這邊 有一個殺星 暗和給他 這個有 看我們的節目就知道說 公圍內有所謂的暗和功 會偷偷的去影響 他旁邊那個公圍 如果說呢 這邊有剛好有殺星 就暗和他 譬如說這邊有個陀螺啊 暗和他 或是說呢這邊呢 可能有一隻情羊啊 暗和他 你出去玩牽移啊 就是我出去 對不對 我出去玩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刀子啊 暗和了我的疾餓 那就表示說我只要出去玩 我的身體就會受到影響 那或者是說呢 我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影響我出去玩 這是所謂的暗和功 透過暗和功呢 我們就有看到說 我出去的時候 是不是會受到身體的影響 或者是說 會不會出去玩去影響到我的身體 所以我們常看到教講說啊 這位置啊 每12個就會有一個人 這個位置是天積星 只要啊 是更年生的人 他這邊會有個陀螺 或者是丙年生 或者是霧年生的人 這邊會是情羊 這個時候他就會暗和他 或者他暗和他 那這類的人呢 我們常看來講說啊 那個他只要出去玩 很容易就迷路了 不然就是暈車 不然就拉肚子 不然就是會磕磕碰碰 會受傷 為什麼本命還會受這個影響呢 因為你有了這個基本結構之後 那你是流月就很容易走得到 我有了基本結構之後 那我流月走得到 那我就很容易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不過呢 如果說你自己啊 不是這樣子的組合 本命就不是這樣組合 那你就是仔細看你的流月 怎麼走 如果他這個 這個月份 你剛好走到是這樣的狀況的話 其實就需要注意 那當然不可否認 如果說 他也不是都不好 如果這邊是有錄的 或這邊是有化錄的 或是錄存的 那表示你出去玩很開心啊 他也不見得都是不好的事情 還有一個方式呢 會怎麼樣造成你出去玩 會有這樣小小的問題呢 除了這個暗和工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技巧就是啊 他可能雖然不是這樣子暗和 譬如說 你的今年的流命 結合公在這邊 結合公在這邊 那我牽一公在這裡 那如果說 我這邊 這邊的天干 造成這邊化劑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也會在你出去玩的時候啊 比較容易啊 會有一些 身體上面的一些問題啊 可能不舒服啊 或者是說 在旅途上面啊 容易會有一些身體上的狀況 成功造成疾餓攻劃劑 這兩個 我們在看出去玩的時候啊 你的身體會不會有問題的一個 小小的方法 那同學一定會想要 大家朋友一定會想要問說 那化錄呢 化錄當然就是很好嘛 我出去玩肉體很開心 要小心變胖這樣子而已 今天教的東西呢 已經是很職業命理師在使用的手法了 可是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居家出門啊 稍微看一下 我這次出去啊 是不是比較容易有風險啊 或是這次出去啊 是不是比較容易身體會不舒服啊 那也許我們可以看完之後呢 可以把自己的時間 稍微做一下調整 讓自己的旅途會比較開心一點 下半年台灣會大量的開放觀光 然後明年大量會有人出國 我們希望大家出去玩啊 都可以玩得非常開心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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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邀請你 謝謝大家 不要給你吧